1985年8月18日下午 一架日本航空123号航班的波音747-100S2 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往大阪一丹机场 日本航空的波音747-100S2对上层客舱进行了加长 最大起飞重量342吨 当时也被誉为最安全的飞机 这架飞机上载有509名乘客及15名机组成员 他们本以为这趟飞行只是个寻常的旅程 普通的跟家人们道个别一切都正常 可就在飞机起飞的12分钟后意外发生了 飞机在6000米的高空中机尾压力照破裂 发生爆炸导致减压 同时失去了液压操作 整个飞机像风里一样在高空乱窜 机长用尽一切办法拼命控制住它 但如同躺壁当车 这架满载500多人和他们家人未来的飞机已经注定要坠落 我们可以想象一架没有降落伞的注定要坠落的飞机 它的乘客们会有多么绝望 有人发狂乱叫 有人放弃了其道 有的人给亲人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 最终这架342吨的飞机在空中挣扎了32分钟后 一头扎上了下面的高天圆山 在飞机撞伤24分钟后 也就是晚上7点15分 美国空军发现了坠机地点 并将其位置回报给日本当局 美军提议派遣直升机前往现场 表示已经做好了救援准备 但是美军救援直升机非到一半便受到命令 日本拒绝救援同时要求他们返回基地 直升机只好在飞抵现场前被迫返回基地 而日本救援队的直升机在山山来迟飞抵事发现场后 救援队队长却做出了认为没有生还者的决定 并以天气和山区原因不愿直升机冒险降落勘查 最后返回 日本陆陆参与救援的部队出现了种种混乱和延误 内部不停争论有无生还者 外加路况困难 最终还是没有连夜赶往现场 竟然干脆在距离事发地点68公里的村庄过夜 隔天才到达现场 而当救援队抵达现场时 机上520人已罹难 包括宝种剧团著名演员北渊瑶子 世界级歌星版本9 而幸存者仅有4人 生还者之一的少女所说 坠机后的数小时间仍有若干乘客生存 但却等不及救援 所以最终只有4人生还 其父亲与妹妹虽然在坠毁后生还 但均因救援迟迟未到 在夜间殷伤不治 事后日本搜救工作受到了广泛指责 日航的几位高阶主管及基层职员 虽与救援情况无关 但还是因为羞愧而自杀 波音公司的一位工程师 也因背负维修不当的罪名而自杀 而吸取教训的日本救援队 则购买了专门用于夜间巡逻和搜救的直升机 然而他们在之后多次重大灾难前的所作所为 仍受到日本民众的诟病 关注零度军武 了解更多军武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